行车纪录仪是时机用来捕捉道路上所有可能发生的车祸或事故画面的一个方便的工具 但它还能排到其他奇怪的东西 从路边的灵异现象到让你心跳加速的怪异画面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被行车纪录仪捕捉到的最可怕的事件吧 天启大道 加州的森林大火几乎每年都会成为头条新闻 因为改地区的干燥高温几乎可以将所有的植被点燃 但你有没有想过被卷入其中是什么感觉 在2020年 摄影记者Tiler Day从森林大火的内部拍摄到了这一段可怕的熊熊火焰的镜头 天空被圆熏得一片雾黑 它周围的一切都被火焰吞噬 看起来与其说是甲轴更像是地狱 还有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时刻 当它开车经过树林时 你甚至可以听到树枝在断立的声音 尽管周围的环境如此炎热 Tiler依然保持冷静 并毫发无损地逃而出来 但从它的行车记录以拍摄到的画面可以看出 这场大火造成的破坏程度如地狱般严重 蔓延热近31.8万英亩的土地 隔着萤幕都能感觉到热了 多好了天气 如果你觉得开车穿过神灵大火已经很糟糕了 那就请看看下一位时机的遭遇吧 2019年11月 他们开车穿过澳大利亚的密尔杜拉 该地区一直处于危险的华氏104度的高温干燥气候 突然大风开始席卷这片土地 把干粒的表层土壤捐成一道宽阔的令人生味的红色尘土墙 因为这场巨大的风暴 趁以每小时54英里的速度披进这座城市 他们没有避开它的方法 所以这个司机鼓起勇气 扣上安全带 然后直接大胆地把车开进去 仅仅几秒钟后 澳大利亚灿烂的阳光就被它完全挡住了 前方的路陷入了一片漆黑 他们花了长达10分钟的时间才开出了大片区域 现在如果要你在开车穿过一场可怕的神灵大火 和穿过一场可怕的沙尘暴之间 做出选择 你会选哪一个 闪电双击 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说 闪电不会击中同一个地方两次 在俄罗斯 这辆车的新车记录译 用一瞬间就证明了 这个说法是错的 那辆车竟然不是被移到 而是两道闪电击中了 要知道 每道闪电都带着高达11伏特的电流 但它似乎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这是因为全金属汽车身 能够直接将电流转移到地下 所以 尽管闪电击中了车 但车里仍然没有人受伤 沙漠女巫 2013年的时候 有关黑魔法和无数崛起的传言 开始在中东的各大报纸头条上不断出现 这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地区 仍然有着禁止这些神秘活动的法律规定 经常惩罚任何被认为是女巫的人 在2014年 一辆经过科威特阿尔木特拉沙漠的汽车 捕捉到的画面 震惊了这整个地区 尽管我们可以听到汽车的引擎发出了声音 但那个被车头灯照到的可怕的驼背声音 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他只是一缺一拐的向前走 把车里的司机都吓毁了 视频的结尾 是这两汽车倒退一开 留下他一个人在黑暗的沙漠中安山前行 但我觉得这不是真的 因为首先 如果人真的那么害怕 为什么你还会慢慢的倒退远离 而不是立即转身 加速离开呢 真正的心事走漏 我们都在马路边看到一些可疑的东西 可能是从车里扔出来的奇怪东西 也可能是附近奇怪的路人 但这些都比不上2016年YouTube用户 Elisa Klaus 在她的街道上拍到的东西 这名女子拖着脚 像是努力小贴着她的字质 看起来简直就像僵尸 Elisa声称自己随后 有停下来试图和这名流浪的女子说话 但她只是变得非常生气 我们到现在还不懂她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行为 可能是被某种可疑的药物影响了 或者她只是在排练行使走漏的事件 你觉得呢 请在评论区中告诉我 世界各地的警察都接受过应对任何危险状况的训练 但在2018年 命警察开车进入了一个 她在训练中绝对没有经历过的场景 走了凌晨1点46分 这两个巡逃车正行驶在马路上 突然她前面的一辆车紧急刹车 先鞋撞到躺在马路上 看起来烟烟一席的一名女子 由于担心她会被车撞到警官上前去帮助她 但她被接下来发生的事警呆了 这名女子还活着 而且非常的醉 以至于当警官扶她起来时 她一站起来 几乎马上就要向后倒下去 检验发现她喝醉了 把车开进了200马外的沟里 而当她去找人出住时 却在马路中间睡着了 虽然警官从未先中救了她 但她随后也已在公共场合最久的罪名逮捕了她 并把她关进了境狱 小丑来了 在2016年 小丑恶作剧的流行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美国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有目击到这种邪恶的小丑 在2016年10月洗了凌晨闪点 收到有带着小丑面具的人追逐车辆的通报时 迅速做出了行动 警察车的行车记录语拍下了这一幕 他们发现两个穿着令人不安的小丑服务的人 在黑暗中游荡 在车灯的超市下 这两个小丑动不动 只有在警察赶他们走时 他们才缓慢的离开 警察完全没有被他们的外表吓到 他们一直是慢慢的走开 但这段怪异的视频还不是警察们这次行动最糟糕的部分 警察发现其中一个戴着面具的人 把他四岁的孩子独自留在家里 自己出来参加这个二周局 结果最后 这个小丑被指控 儿童照管不良 蓝天白韵 来看看这段在美国佛罗里达 淡泊区的行车记录语拍到的视频 看到这片美丽的蓝天 很难想象会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发生 对吧 那你尽管把音量调高 戴上耳机 看看你能不能听到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准备好了吗 好 我们开始吧 啊 吓到了吧 但说实话 那道闪电是从哪里来的 这不可思议的现象被称为晴天霹雳 当闪电从正在前进的雷云后端打下来时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你应该在雷雨后 再等大约30分钟或更长时间才出门 否则你可能会受到 像那棵可怜的棕榈树一样的遭遇 那不是狗 你是否曾有过那种几倍发轮的感觉 感觉有什么东西潜伏在你附近 它离你越来越近 但你却看不清它是什么 好吧 我们来看看这个 一名警官在发现 这几倍一只巨大的蜘蛛跟踪时 吓了一大跳 天哪 看看它的大小 但为什么警察还不跑呢 好吧 这是因为实际上 这是一只在行车G6E的摄像头上 爬行的小蜘蛛 所以这个角度看起来 很像巨大的蜘蛛 地球被露清的假象 2017年12月22日 一家人在加州 波蒙特会出一天后开车回家 但当他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 突然有个奇怪的东西照亮了天空 他们怀着惊讶的心情 看着那个他们认为是火箭的东西变得越来越长 突然天空中出现了一道生命的蜘蛛令人身亡 但是当他们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时 那那纹样变得越来越奇怪 逐渐变大 变得像是某种太空鲸鱼一样 哇 看这个 什么是 不知道 这很奇怪 很多人看到这一幕时都很惊慌 那是飞碟吗 是核弹吗 好吧 尽管它引起了一场的混乱 但这实际上是SpaceX列营9号火箭的发射 当时SpaceX正从位于范登堡的空军基地的发射台 将10颗卫星送入轨道 而那大片发光的纹样只是由于火箭排除的气体 被热落照亮的结果 冒充警官 唯一比被警察拦下来 更可怕的是 被一个疯狂到敢假扮警察的人拦下来 不幸的是 这就是2017年 发生在亚利萨纳州土生市的市民身上的事情 这是犯罪者自己车上的行车记录为捕捉到的画面 那个愚蠢的骗子在车上 暗装睡机 闪烁的蓝色和红色灯光 开始懒人 他走进别人的汽车 腰带上挂着一个手持掃描仪 和一个无线耳机 甚至会有一个可声缩的金棍 这称是一名便宜警察 然后他要求人们下车 记下他们的身份信息 甚至给一名男子戴上手铐 但这一次这个愚蠢的假警察找不到手铐的钥匙 就告诉受害者说他需要去警察局才能取下手铐 这个受害者感到困惑和怀疑就打电话给真正的警察 警察最终抓到这个可恶的罪犯 并以绑架和冒充制法人员的罪名逮捕了他 然后他们发现了他的行程纪录仪的录像 录像显示他至少对了四个受害者做出这种事情 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警方怀疑他试图从受害者身上获取某些非法物质 但如果他们的假厉害给别人戴上手铐 他可能还能侥幸逃脱 你也没有试过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突然一块石头撞到你的挡方玻璃上 这些小岩石撞击发出的可怕声响 真的能让人吓得跳起来 但今年二月的时候 一位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行驶的司机 受到了惊吓可远远不止这样 你看到了吗 一块巨大的冰块从那辆卡车的顶上飞了下来 砸碎了这个可怜的司机的挡风玻璃 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 你自己的行车记录以上 有没有拍到什么奇怪或可怕的东西 请在下面的评论区中告诉我 感谢观看